问题是今天的所谓的这种佛系年轻人 其实在我看来跟这个关系不大 这只是恰好反映的就是我们一般人心目中 觉得佛教或者佛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应用上去 全世界都是 那美国不是更严重 美国的贫富差距过去十几年没怎么改变过 而且还在逐渐拉大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年轻人觉得那我还争什么呢 我要花多大的力气才能去争到一个什么 名成立就的机会 于是他自然会疲倦 你会累 但现在呢 正好过去几十年的价值观又告诉我们 这种疲倦是有理由支持的 就过去你上一代北野武会骂你不像话 说你们这么累 我们当年不是比你还累 但是现在比如说二十年前不是开始讲 不要只讲GDP 还讲快乐指数吗 那大家不都羡慕不丹吗 你看那些不丹的和尚们多好 也不收也不中 也不吃就像天上的飞鸟一样 人家一样活得很快乐 那为什么不能那样子呢 那什么叫快乐呢 我拼那么累 我是为了什么呢 那什么叫做幸福的生活 好生活呢 我们正好过去二十年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 来支持你今天做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是北野武那代人看不上的 那种选择是什么呢 就是我不去争了 我也不去抢了 我现在能够让我今天生活下去 而且我活得我觉得我自在舒服 那就够了 这有不对的地方吗 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不对 而且我们还要给一些肯定 给一小群人干嘛呢 因为这些人要这样选择 我不争 我不去夺 我要过一个舒服的日子 总要有些条件嘛 对不对 有些条件 那另外社会有一小群人呢 是很努力 想创造一个环境 让所有人可以想不争就不争 你想钓鱼要钓鱼 想种田种田工作工作 一级以来像欧洲 西欧一直以来这个运动没有断 他们争取叫BIG Bank 是Basic Income Grants 基本收入 基本收入 就是说整个社会 所谓福利国家嘛 一定要保证你每一个国民 每个月你不工作 也有基本收入 像德国的房价 所以他不会生的 他就是保证人民居住 对 还不只要是政府发薪 对 发薪给你 让你可以真的做什么都可以 你选择增嘛 好啊 你去竞争啊 做节目 做车 做买卖 好 我选择去收集 生活上面的小缺幸 小幸福 我可以去做 这个Basic Income Grants 基本生活那个收入 基本收入保障 那有一群人在这个奋斗啊 这个一直没有没有没有死掉啊 所以就保证不仅是一种榨值观 而且是保证这种榨值观 能够有机会做出来 有个制度的支撑 这个就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一个社会图景了 这是真的互相矛盾的 嘉惠刚才讲的这个好像很理想 就是少数的人争 休其自平 这个治国平天下 但目标是为了大部分的人可以不争 可以不那么 而中国呢 确实让大部分的人 几乎所有的人 都要有一个儒家的 就是休其自平这个 就每个人都得努力 儒系的 当然现在还有吗 当然现在还有 每个人心中 每个父母教给小孩 从小这个东西 至少自国平天下 不要去讲它 修生其家 这是每个人的家庭教育的 最基本的核心 如果你这个小孩不孝庆父母 你小的时候就在二戏了 就在先戏了 爸爸你跟我是一样的 我们去了就是烟 你这个老爸看到他害怕了 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 你看前面也讲 少数人辱 为了天下的人可以不辱 而中国是 大家都要辱 这样这个社会才会上进 是两种不同的图案 我们教书的人 我没办法 我一定要跟学生讲胡适的话 我告诉他们 胡适一百年前 我们现在是一八年 一百年前五四运动 刚刚开始 除了一个成都秀是七九年 其他的全是八零后九零后 胡适就是九零后 那个时候 什么作家 巴金啊 这个这个这个 玉大夫啊 什么矛盾啊 什么 所有一个鲁迅是八零后 其他全是九零后 没有一个人社会说觉得 这些人来改变世界 这些人来创造世界 一个社会是他们创造的 而且他们很明确的意思 胡适在那个 可奈尔大学 划船跟这个梅光迪 他们说中国的前途 是说什么写了诗 说中国将来有百十人 像我们这样 中国就有救了 嗯 但但只能 百十人又像我们这样 就有救了 你不要光关心知识青年 我现在 你就说咱们拍这个 这个一路书香哈 哎 我有机会接触很多 真正的劳动人民 哎 我有时候觉得 他们是我们的老师啊 要不说啊 就是下乡改造啊 是非常有必要的 你就说咱们这次去西商板呢 那天不是 干了一天活啊 就累了 累了呢 那个老板说啊 给我找了一个按摩的 健康的啊 健康的那个按摩的 当然先把家卫知走了 干什么要特别生命呢 我已经说健康转头就走 转头就走 是这样的 对对对 转转健康你就懂了 来了一个大嫂啊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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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微胖的这么一个过来 哎呦 我就觉得啊 没有见过那么快乐的人 你知道吗 咱们咱们唱这歌 进来了啊 躺下 我现在先拍一遍 就是哎 我真的觉得奇怪 就是说 我想起陈黄梅 还是谁有句话 就劳动者是美丽的 我不相信他是装的 但是我怎么觉得 这人就是天生性格吧 他怎么那么 我觉得他的每一个动作呀 都是快乐的 他跟我按摩呀 你爬子还看得见 对 我觉得他的每一个首饰 按在我身上啊 都像是农民喜盈丰收的 那种心情 一路聊不我 我本来不太爱跟人说话 一路跟我说话 他还聊不他 对 但是呢 我跟你讲 他这么快乐的 跟我讲了一个 多么悲惨的故事 你想 他说 那我呀 什么什么 就跟我说 你说你结婚了吗 有孩子吗 还没等我回答呢 是吧 我都二婚了 我有俩孩子了 开始报告 然后说 我那第一个老公啊 在矿上干活啊 那个是 得了那个 那个肺癌啊 他说 哎呀 就是我 我我我 我伺候的半年 我伺候的半年 就说是 到最后是 吃不下东西去啊 怎么怎么着的 他说 我都是 一不解待 我一直这个 这个照顾他 哎 反正人呢 那样没有办法 就是要死的了 死了之后呢 他说 我就想 我就 我就 怎么谋生啊 我得养我孩子 我得送我孩子上大学啊 所以我就学了这个按摩 按摩呢 后来我找就第二个老公 就说 我就现在老公 哎 对我还不错了 但是我当时找他呢 就因为他有摩托车 哎 他说 我得要有一个 骑摩托车的 骑摩托车 他就可以带着我 走家串户 他是那种上门 给人按摩的 他我就 我就为了这个 找他 但是呢 看他对我也不错啊 那我对他也挺好 但是我自己呢 用点私房钱 我给我和儿子啊 将来买了一个房子 他我现在手头有点钱 他说那个 我哥哥老说我傻 我们家里人老说我傻 他说 他说你但是 说我傻 说我妈妈死了 前一阵我妈妈死了 他说 我回家 哎 他说我哥哥看着我不哭 就就就就就骂我 说你为什么不哭啊 然后这女的说 为什么要哭啊 那妈妈活着的时候 你们都不给钱 就是我辛苦干活 挣的钱 我还给妈妈付了医疗费 那付了医疗费 人死了就死了 死了有什么好哭的 就高高兴兴的 他说我哥哥 他们那在那 假慈悲 对吧 妈妈病的时候都不来 妈妈死了 在这骂我 什么什么 不笑 骂我不哭 他说我想 人这一辈子 就是这么回事了吗 就是这么 就这么回事 他说有的时候就说 哎 他们都骂我是傻子 他好像 他们家里人觉得 他是弱智 我听他的 他说我们家里人 都说我傻 我找这第二个老公的时候 我哥哥骂我 骂我呢 给我骂哭了 哭着哭着 我都睡着了 我哥哥更气坏了 哭着哭着睡着了 这是佛系大神 哎呦 我最后我就说 我说你这是大智慧啊 这是大智慧 你知道他把我说的给我乐坏了 我觉得他是给我来心灵按摩 后来他说 他说你看我就专门到这些 他也整天去这个富贵人家 才能叫这个按摩上门嘛 他说那天我到一个那个人家呢 他说那个 我在我在那个电梯里啊 就待了一个小时 也没上来 后来人家下来接我的 他说那个这个电梯我不会按 我说你怎么不按 他说那个楼上那家人呢 他来了之后把他笑坏 楼上那家人住17楼 你知道吗 他说我第一次去那么高级的公寓啊 他说我想这个17楼啊 我就按1 先按1再按7 先按1再按7 永远上不去 一直在电梯里 就在1楼和7楼之间走 所以同样的环境 那个按摩大妈 那个同样的环境培养出来 可是他就是有这种奇因 变成这么快乐的人 当然你今天这样说 不是说环境没有影响 也不排除可能有不同的情况 因为我记得第二天 他来替我按讲的故事不太一样 所以就看出为什么说 众生也是佛呀 众生是佛呀 但是你知道就是 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就是 现在的这个孩子 为什么我刚才说啊 是不是累着了 还是说就是这个压力太大了 就是给人的感觉呢 你比如说 风子凯就说李淑彤 就那个红一法师 最后这个出家嘛 其实当时红一出家的时候 他所在的那个学校的校长啊 就说过一句话 说这个同学们啊 可敬不可学 就现在大家都这么火 但是就是这个行为啊 可敬不可学 可是风子凯的解释是什么 风子凯就是说啊 这个人呢 就是有一个 有一种人呢 叫做人生欲极强 人生欲特别强 就是说这种人呢 你看衣食满足了不够 还要那接下来 就美和艺术当中求满足 美和艺术当中满足了都不够 要在真相上求满足 要在宇宙人生真相上求满足 就是那种 就是他这个人生欲啊 他认为李淑彤 就是这样的一种人 所以为什么 我现在就有这个感觉 你比如咱讲这个佛 说佛系 好像说不贪啊 当然我是不理解 但是以我 如果佛教的传说是真的的话 那么要照我看来 佛他是最贪的人 他那个人生这个欲啊 或者说他的 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价值的倾向啊 就是说 他想解决人生问题 他想求取真理和真相的那个心啊 比比谁都贪 你你比如说就就好比说 他是一个王子 他拥有了一切 但他觉得这不够 最后他甚至跟什么较劲呢 你人只要还有生老病死 这事就不圆满 我得解决这个问题 那他为什么走上了修行路啊 他是因为对 就是你们所要的这一切 什么马云马化腾 在我看来都是小case 这些解决不了人生的大问题 你在这种地方感觉的 假如咱把佛当成一个人的话 你觉不觉得他实际上又不是 那种咱们所说的云淡风轻 什么都无所谓 其实他是一个很执着 就是说执着到最后 也许他找到了不执着 这个在佛教徒来讲 这不叫他叫究竟 究竟 这叫究竟 语言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就算马云马化腾 也会有不开心的时候 玩的时候也不能随便乱玩 然后比如说自己刷卡 没刷忘了拿支付宝 然后给人拍到了 这也不高兴吧 那么但是我们佛教徒讲的 所谓要摆脱所有不快乐 最彻底最究竟的方法是什么 就讲当年释迦牟尼 他要探索的是这个问题 那但是问题是 今天的所谓的这种佛系年轻人 其实在我看来跟这个关系不大 这只是恰好反映的 就是我们一般人心目中 觉得佛教或者佛 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应用上去 那么这些年轻人呢 他们那种不贪 或者说怕累 怕麻烦 我觉得是会越来越普遍